才华横溢的台湾歌手周汤豪即将在4月 把real life巡演舞台搬到我国 这也是他时隔7年后再来我国开唱 周汤豪坦言这7年积累了更多经验 并从中创作了更多作品 他表示非常期待大马战巡演的到来 而且会全力演出 给我国歌迷带来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 在2016年凭借一首帅道分手红遍亚洲的周汤豪 将在4月13号来到我国开唱 展开东南亚real life巡回演唱会 周汤豪的演唱会被歌迷形容 是一辈子一定要去朝圣的演唱会 如今real life巡演来到我国 作为演唱会总监 在影像舞台灯光等设计上 也都亲力亲为的周汤豪希望 大马的歌迷能够前来他的这场巡演 除了承诺会亲近全力演出之外 周汤豪也特别呼吁歌迷配合演唱会主题 身穿白衣入场 他解释当灯光打在白衣上比较容易染色 以便让大家能够有一起参加派对的感觉 我觉得演唱会这个东西 就是像我的演唱会 我演唱会是很多 detail的 然后也是很fashion的 我们的美感 所以我希望有一个event 让大家有一个 这个event是说 今天先跟朋友大家约了 然后去吃饭 去喝一点 然后打扮 然后参加一个party 就是我希望给大家一整套的一个vibe 所以系列的演唱会 当然现场都会是穿白色 所以欢迎所有的粉丝朋友们 当天可以穿着白色来 2022年11月周汤豪首度登上台北小巨蛋开唱 而当时更有不少粉丝将贴身衣物丢上台 理解我国准则与习俗的周汤豪表示 大马歌迷不需要这么做 因为这是台湾歌迷跟他的一种有趣的互动 而向来给人帅气形象的周汤豪 接着也难以掩饰嘴馋的可爱一面 表示自己非常想念我国的美食 并期待这一次的大马巡演之旅 也可以尝试其他未曾尝试过的大马美食 周汤豪REAL LIFE巡演吉隆坡站 会在ZEP KL举办 门票已经在今早开始公开发售 听见大马歌迷呼唤的周汤豪 相隔七年后终于再来我国开唱 直呼我国给他亲切感的周汤豪 希望大马歌迷到时候能够前来 一起走入他的音乐世界 RTM采访报道